我們當然是從九三變保的延伸出去 立足台灣放眼亞洲 這絕對是願景 當然你會設定目標 但我是設定自己的華人世界 需要愛的地方或需要推廣的地方 我們LOVELITE計畫都願意去做 今年做LOVELITE第九年 我們有LOVELITE計畫 我們有紀錄片 今年也翻牌唱了一個主題曲 其實這些都是年輕人最愛的 那其實這裡是很棒的渠道 讓更多人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經歷了很多 我覺得美好的戰 這一批傳承賽的大部分都是我從高中看著長大的 從智傑 智傑當年也是一百多公斤 以前你知道他是喝汽水是兩公升的那種 去叫他起床的時候他是喝蘋果西打黑中沙 他很愛喝那種甜啊 吃啊 有吃的不健康或什麼 然後 從那個時候他也被放棄 他那時候是被中華隊隔絕在外 到現在你看他 算是浙江一哥 像試念從強述 那種囂張的 掉掉 到現在成績做好是他是非常投入的一個 對啊 你看小鼎 從平頭流到現在長髮過面 阿敏第一次見面 他那時候當選上中華隊 打台 很臭屁那種 感覺自己就是下一個林志傑 我們去吃麵吃小黑吃一吃 阿敏平常不怎麼跟我聊天 他那天跟我坐對面 他一個 為什麼你Nike都有心血 因為他不知道我以前打球 就像我剛剛稍早提 就是那個影片出來太晚 連楊敬敏都質疑我 你知道大家不是球員 本來都講話突然安靜的時候 然後很尷尬 我拿好意思自己講說 我以前打得不錯還是怎樣 然後就 突然間安靜這邊那個 就有人憋不住 就想笑場那種 然後我說 因為我那個 以前打得還可以 然後現在還要跟他解釋你知道嗎 然後雷哥 現在當爸爸 然後他也是台灣一代人物 你看這幾人聚在一起 那個力量是很大的 我期待這場比賽 有一些對位的時候 年輕球員 不要趁機去 真的要去東西 那聽說 會來真的 嗯 我也跟這批小友語講一下 適時都要保護自己 尤其是經過真文餅旁邊的時候 我期待這個火花是 可以藉由這個球賽 更多的那種match up 你有很多故事就可以出來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場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傳承的意義 你只要每一個人把螺絲穿緊 包含打這種比賽 我們怎麼看待 我們後面已經這麼努力在找資源 自己這麼投入 球員奮不顧身去打 但你必須要受傷危險一下 所有人都在這種狀態 自然而然球迷會走路 其實我看到的是 我這幾位小老弟 他們做純粹做好事 已經做了兩三年 這是我很感動的地方 因為我太了解這群學弟 你看 這群 我覺得是台灣籃球運動 最有影響力的這幾個 他願意去 開始說純粹做好事 去偏鄉 然後 去CBA以外的賽季 就賽季 休息其實他們沒有休息 沒有去玩樂 那我覺得這個 就算籃球人你應該互挺 那我自己也算是他們的先派 哪些有能力 應該這種好事要 不但是要讓更多人看見 而是要傳承下去 傳承就是新的JP 我們年輕的中華隊要接班 那他要 不是為個人 也不是說為中華隊戰績 而是要為這個社會努力 籃球常常被物母化 常常被提標籤 但這千萬不要怪別人 這要自己去自行 那我們做的所有一切就是希望是 在社會的認同上面 至少 也 做好事的時候 應該也要鼓勵一下 而且這個要持續的每年在做 我們做該做 也 我覺得我們做的實在是 很微笑 但是掌聲要可以 純粹做好事這一切 這是我想要幫助的初衷 總之為個人 如果我可以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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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